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读开派的自己解决 但是脸书啦 或者说你看到 Microsoft公布的财报都不错 都大涨 所以基本上我告诉各位的 这个AI长线的趋势没有改变 甚至电动车也一样 Tesla虽然昨天是跌的 但是其实全世界 也不是只有Tesla这个车厂 讲难听一点 Tesla倒了也不一定不好 对不对 所以你看福特以前也是很强 结果呢 过了这么久福特就变弱了 竞争力就大不如前 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对不对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真的啊 你看到邻居家里有福特千里马 或者跑天下 那时候福特的千里马 就等于宾市的S class嘛 对不对 那车头很漂亮 那车子很大台 那时候美国车是 在台湾是横着走 到处都是美国车 后来呢你看大家有钱了 对不对 就开始买欧洲车了 那甚至日本车的丰田 哇也大举了一个 对不对 侵占全世界的市场 那这几年又看到韩国车 哇 比较便宜 又做得蛮漂亮的 韩国车也起来 那电动车呢 你看到中国大陆也是蛮强的 所以百家争鸣啦 你说真的 电动车 你说Tesla受到 说怎么讲 他要降价要干嘛 我觉得这都是短暂的 但是电动车的高成长 他是没有改变嘛 对不对 那甚至你说 车用的晶片 或者车用的零件 零组件 相关的零组件 他的成长需求 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毕竟电动车 要用到晶片 比传统的车子多了好多 有些人会说 跟550个晶片 成长到700多个晶片 那你看镜头要多多少个 对不对 MOSP啦 IGBT啦 等等的 所以 这边来说 就是让盘震荡一下啦 但是今天比较可惜 是量比较少 大家 惊魂未定 其实 昨天也很多 很多朋友 就是市场的 反正也都是坐手啊 或者大户吃饭 大家也都觉得说 其实 从上个礼拜四开始 很多的股票 没来由都这样 沙跌停下来 没来由的沙跌停下来 大家会怕 那当然 你说涨多回挡也很正常 甚至有很多的电子股 它的季报不如预期 譬如说你看到今天 这个金册说 第一季亏损 第一季 对 金册淡季首吃亏 这个 蛮夸张的 金册以前他们 他老板 他董事长那个 黄水木 每次都说很好很好 我每次都说 竟然 第一季是亏损 真的 股价是多少钱 股价是 462块 股价462块 今天收办 第一季亏损股价 还有462块 那本益比怎么算 本益比应该比合一 比合一还高吧 所以 真的 就电子股 它就是要 有些股票要调整 有些产业 它还是要调整库存 对不对 那当然AI还是比较强 世心来说 跌下来 市场上就比较有 低阶的买盘 大家 比较敢买 这个高阶的制程 甚至AI比较 受惠最大的 你看 资源就比较弱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说真的 你还是要买未来会好 就像说你说 同样的 晶片 车用小晶片 腹顶就熟得比 台办这些稳 对不对 你看到 真的啊 头信 把这些台办什么 卖成这样子 有没有 卖成这样子 都卖到 变成一个头部 对不对 新唐呢 有没有 也破底了 也破了 破了年限 但是腹顶来说 基本上它就是 还在这个平台区域整理 随时就要发动攻击 就像说你看 今天鸿海没什么动 对不对 平盘 2328的广雨竟然拉了起来 所以 基本上 我常讲真的 做股票要买一个合理性 一个合理性 对不对 你不要去买太贵的 或者说太热门的 涨到天上去的 就像说 昨天保 对 保一跌停 今天涨停 老师 你说错了 保一很厉害 对 很厉害 昨天我看从 打了十几% 应该一堆人吓死了吧 就认赔了吧 今天涨停也不关你的事 我讲蓝点是不是这样 那甚至 股价涨那么多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像 原泰这样子 在高档 一天涨停一天跌 一天涨停一天跌 那时候两百多块 那时候你还觉得 哇好强喔 一天跌 对不对 大跌后来又大涨 赶快追喔 要过高了 你又买在历史高点 我不敢说在历史高点 但是 以原泰的本益比来说 还是高嘛 要不然怎么起不来 对不对 所以我常讲 反正好 市场上什么人都有 每天讲强势股的也有 对不对 就像说 前天 对不对 一堆人讲贝利 今天昨天贝利跌停 今天又跌停了 那怎么办 所以 股票我是觉得啦 你不懂的 也不要乱追 也不要乱碰 我讲得很实在啦 除非说 你真的很懂 对不对 贝利是做什么的 对不对 那现在的价格合不合理 甚至你有把握你套了之后 你还能够 对不对 回得来 这很重要 没有人做股票不会套的 我讲得很坦白啦 你看别人的节目 每个人那么是大赚 对不对 还有的老师 以前有的老师 讲什么 我的尺骨没有套牢 完全没有套牢 为什么 反正他每次错就停损嘛 如果 十次做 做错七次或八次 圣灵衰嘛 我讲得很白啊 是这样啊 对不对 这个其实 话术每个人都会讲 在这行二十几年看了太多了 反正 就像网路上也很多的酸民嘛 对不对 反正呢 股票涨的时候 哇就说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股票跌就说 你看啊你看啊 早叫你卖了 对不对 其实 我讲难听一点啦 你买股票是自己的选择 就是你看好这家公司嘛 对不对 就像说 比较好笑的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看的新闻呢 有网路上有人说 啊台积电就是 多么痛的领悟啊 有人买六百块的台积电 现在跌到四百八十几块 四百九 有网路上很多人就说 什么多么痛的领悟啊 那你怎么讲呢 对不对 你说台积电不好嘛 当然不会啦 就是看个人去选择嘛 就像说有时候 那时候六七九的台积电 对不对 我那时候在两年前 叫各位不要去追 对不对 去买两百块的合一 有没有 我那时候叫你们不要买 六七九的台积电 买两百块的合一 那合一现在有两百三十几 台积电呢 现在呢 四百多嘛 所以 等等 那时候大家讲不听嘛 跌到五百多 每个又骂台积电 我说会过六七九 来到六八八 是可惜啦 没来到七百啦 哇 其实你说这一波的下跌 当然你说现实的半导体的库存调整 也是有影响 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你说你买六百块的台积电 你其实也不用太害怕吧 我想去年我也跟各位报告 去年台积电在崩的时候 我也说你买六百块 其实也不用怕 对不对 因为台积电 讲难听一点啦 以长线来看 我不敢说 这个会马上过啦 但是 你说再往上走 甚至 在明年总统大选前 再往上走 我觉得都有机会 一定会有好的价钱 这是市场决定 现实是因为说 整体的地缘政治 巴菲特为什么会卖台积电 他也很老实讲 台积电没有不好 对不对 晶片比石油还重要 但是就是因为地缘政治 没办法 所以地缘政治就造成了 军工股的一个乱窜 但是其实很多股票 都开始大震荡的时候 你自己要小心 主力什么时候跑 对不对 很多股票其实你看 东哥游艇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什么时候跑 你不知道 但是你涨多了 你看一跑这个缺口 缺口就杀伤力很大 高档这个缺口 杀伤力就蛮大的 对不对 甚至你说这个王品 对不对 普发六千 普发六千都发了 股价也涨那么多了 你说真的很多股票 我是觉得少碰的 对不对 你说这个美食 对不对 一样嘛 董娘卖骨嘛 董娘卖骨嘛 董娘卖骨打到跌顶 后来有创高哦 但是你会不会有那种 似曾相似的感觉 对不对 过去国具的董娘卖骨 或者说前两年的 洋民的卖骨的事件 所以航运的卖骨事件 所以 基本上啦 我是觉得 真的 第一个涨多了 第二个本益比 其实 比较偏高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当然你说 和一今天 和一跟中天今天 是有点小可惜 卖鸭比较 比我预期多了一点 比我预期多了一点 但是中天是收红的 和一是收小黑了 那当然我们今天 有的是做一点动作 有点小遗憾 但是 测试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说 怎么讲 真的要跟他拼命 真的 因为毕竟 你说市场上 对不对 太多 怎么讲 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每个人心态都不一样 所以 当整个一个 怎么讲 追价的力道 还不够强的时候 你的操作上面 对不对 不用说 怎么讲 太过的一个 放大 太过的放大 你看今天 宝瑞就还不错 宝瑞就还不错 甚至 药华药 那今天 药华药今天是有 有量 今天是有一点量 还可以 以整个一个 较量关系来看是还可以 有点对称的味道 有点对称的味道 对不对 有点对称的味道 说 最近药华药就是充满了问题 真的 你不要去乱贪品 毕竟来说 对不对 这些卷空集团 这些卷空集团 他们很会利用 生技股的空窗期 对不对 很会利用生技股的空窗期 来做一个打压的动作 其实你看 之前这个也是 这个杀的也是很凶 有没有 解盲成功之后 为什么绷着这么厉害 对不对 那时候为什么说200多真的 你不要读解盲 你就获利出场就对 真的被这些 真的很多 很多这种 台湾应该有一批 我听说 我不知道 我听说是有一批 反正就是 卷空集团 卷空集团 那当然人家也是有钱 对不对 那他们也是利用的 市场上的散户的恐慌的心理 那当然上下其手 但是我觉得 股票终究还是会 还给他一个公道 对不对 每一家公司 就像北直新也是有 他自己的一个心要 对不对 所以每一家公司都有 他自己的一个未来 就像说那时候 应该是浩顶 从浩顶开始 那个以前也是被 听说也是被空得很惨 听说也是被空得很惨 当然他解盲失败 所以也没话讲 所以崩得很惨 对不对 700多块 对不对 崩到80几块 真的很惨 所以你说 生计股 要不要说很小心 真的 真的 我常讲真的 你做生计股 除非说你买在长线的低档 你买在长线的低档 你买在这边 基本上你就不用怕了 对不对 就像等他 他的新药 浩顶也有新药 对不对 好像是乳癌药 等等 有没有机会 毕竟这边是比较长线的低档 对不对 你看忠育就是这样 数据还没出来 头信就拉得这么凶 对不对 可能是他也找不到东西好吵 头信就跟着来拉 这个月拉了五千多张的 五千多张的忠誉 那到底数据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就先拉了 也是因为跌得够深 所以为什么说 你看比如说 太福就可以小玩 你跌得够深了 对不对 跌一百多块跌到三十几块 跌得够深就可以小玩 因为毕竟夜娘他也是有实力的人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去年 去年是因为南山人寿的关系 你看润态星跌成这样 跌得很惨 对不对 9945 对不对 真的跌得很惨 论态星论态群 真的跌得很惨 还说 有人说要下世 那应该啦 他的难关应该也是度过的 应该也是度过的 那 反而你说生计谷 一眼良集团 也是个值得注意的 那当然 你说合一 对不对 有人觉得他两百多贵 对不对 有人什么下看两百 有人觉得他 他便宜 有大部分人都觉得 有合一的人都 大部分都觉得他便宜 说实在的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以现实的 技术面来看 连续两天的收缴 连续两天的收缴 来到这个年限附近 中间是破年限 中间比较弱一点 是破的年限 破的年限 理论上来到这边 我是觉得真的 如果说以价值来看 以长线来看 真的不贵 就现在就缺乏市场的信心 对不对 缺乏市场的信心 因为毕竟 对不对 最近来说你看到 很多的电子股 也是一样的情况 常常出现一个 比较特殊的利空 就打了下来 对不对 就像今天普瑞也是 一开盘就被打到跌停 对不对 高速传输的普瑞 前阵子 外资还说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外资 外资看普瑞 渐入佳境 续涵买 上看呢 一千两百块 四月十三的时候 看普瑞很好 对不对 还看一千两百块 那结果呢 今天普瑞呢 打到 最低打到八百八十七块 所以就是 最近就是盘市比较乱 比较乱 因为 前 就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大家杀帕了 就让他整理一下 但是你说 对啊 既然你要玩要 有机会直吻 对不对 你六四七二的保瑞 这几天来说 也是都有收缴 代表说来到这边 也是有人在顾 也是有人在顾 那你说四七四三的合一呢 没有机会吗 对不对 股价急跌的 其实 跌升的就是一个利多 所以我还是 跟各位报告啦 你真的如果 有信心的 对不对 你就好好的对待他了 好好的对待他 没信心的 不想等的 对不对 不想等 真的啊 我其实 我都欠各位卖啊 对不对 两百七两百八那时候 我都欠各位卖 而且我说不定 你还可以卖到三百 是不是 所以每个人想法不同 你也不用看那种 网络上很多酸民 一张两张五张十张的 很多讲的都 怎么讲 头头是道 没什么参考性啊 我讲难听的 股票有钱拉他就会涨 对不对 看里面的鱼是谁嘛 是不是 有钱拉 你 对不对 昨天跌停 今天也可以涨停 不是这样子吗 昨天打到快 打了 杀了十几趴 今天还涨停 鎖了三万多张 好厉害啊 我只问你这些K线怎么 这K线怎么看 昨天那边对不对 昨天量也蛮大的啊 上影线啊 所以不用讲事后话 我常真的 在这行看了太多 很会讲事后话的人 那些都是说真的 可能吃饱太咸了 吃饱太咸 你不要被乱影响 就像说你认为合一的药 就像说 对不对 他那个北美衣材那个 对不对 那个介绍也不错啊 那产品的介绍也不错啊 是不是 那会不会说 他找了那个阿姆斯壮 对不对 他跟那个阿姆斯壮 那个糖尿病族的权威嘛 他从去年就跟他合作嘛 那会不会更加的 让他知名度大开 或者销量大好 这些都会影响到授权嘛 是不是 甚至你说印度的医材 也是个授权的筹码 我们就看合一怎么去谈 我讲难听一点 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你说欧盟的医材 对不对 从去年申请到现在 也差不多了啊 甚至大陆的药症 我真的拖了好久 真的拖了好久 但是 对不对 你没有利空的时候 对不对 还没有补荐的时候 那也是可能随时都会过 因为已经很久了 所以这东西就看个人啊 我常讲真的就看个人嘛 那当然有机会 我们可以小玩一下价差 那我也会努力嘛 对不对 像今天比较可惜啦 今天中间有红啦 今天合一眉红啦 今天合一眉红啦 那当然这里面 有一些辛酸啊 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我是觉得啦 做股票你就是要往正面看 因为毕竟 买股票就是买未来 对不对 买股票就是买未来 那买一个有未来有希望的公司 其实真的是不错啦 眼光放远一点 我常讲是这样 对不对 就像说你说 没有人知道 233年的台积电 真的啊 那时候 对不对 我妈买200多块 对不对 那我后来套还跌到三十几块 我都很安慰她 我说你不用害怕 你的台积电会回来会赚钱 台北股市会到一万两千点 我都觉得台北股市长线还看好 真的呢 后来台积电对不对 涨上来 那是因为我 我们户头不能有股票 连台积电也不行 没办法 卖一卖 小赚就卖一卖 真的卖的 真的卖得很早 真的卖得很 对不对 你如果放到这边 光是十张台积电就好了 200多万就变成一千多万 你知道吗 没有人会想到啊 台积电会涨到六百多块 对不对 就像那时候大立光也是一样嘛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大立光 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 你看那个老阿伯 他的儿子在大立光工作 他的儿子有一个老阿伯在大立光工作 他就觉得大立光很好 不错 他也是有钱人嘛 他就买大立光 几百块的时候都一直搜喔 几百张几百张这样子买 因为有钱人嘛 钱没地方放嘛 那时候涨到五六千块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你看那个阿伯 他大立光买很多耶 几百块的时候买的 你看赚了多少倍啊 就算放到现在还有两千块 你三四百块四五百块买 你放到现在也有两千块 也好几倍啊 几千万可能都变几亿了 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也是讲个笑话 他们毕业的同学 那时候十几年前 十几二十年前毕业的同学 有人去华硕 那时候华硕比较 名气比较大吧 那时候华硕去华硕 华硕两百八 股价两百八 结果呢 到现在华硕也差不多啦 也没有什么大赚 但是有人去一个 黑黑臭臭的铁皮屋顶的工厂 因为成绩比较不好 所以他只能去 成绩好的华硕路用的 去华硕 成绩不好的呢 去什么 黑黑臭臭的铁皮工厂 同样时间点 你看同样时间点 我那个朋友讲的一个笑话 华硕就三百多两百多 你看同样时间点 大立光多少钱 两百多块 同样时间点 大立光两百多块 所以他说他们搬 现在最有钱的是 那个在大立光工作的 为什么 光是配股配其他就缺搬了嘛 两百多块到现在两千多块 最高还有六千块 我常常鼓励嘛 真的有时候股票 对不对 第一个啦 看谁活得久 比气长 对不对 那再来呢 当然也是有点运气的成分 你不能讲说 对不对 真的每个眼光都很准 是不是 那当然我们尽量就是 你去找小时候的公司 这家公司 他营收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我常讲这个故事 但是当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那他进入的 他做的产品还不错 进入的门槛很高 对不对 别人不容易取代他 等到长起来真的 有时候你会不敢相信嘛 对不对 谁知道大立光 那时候他那个 他说他那个同学 那时候去大立光面试 他也是觉得心灰意冷 有两个去 一个做的没多久就走掉了 他呢就呆呆的就呆在大立光 你看呆呆的 呆呆的人反的比较好 呆呆的人反的可能有是比较好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真的啦 你涨多了 任何股票涨到历史高一点 涨多了当然就不好嘛 你去买五六千块大立光 当然不好嘛 对不对 高峰期已过了 但是如果说你买在 还没大涨的时候 营收还没大成长的时候 这个产业还没大流行的时候 你可能会 以后你可能会变成很大的富翁 所以为什么 我说真的嘛 合一就是这样嘛 它有很多的挑战 你不喜欢等的 你赶快卖一卖 你喜欢放空的 你就去放空 对不对 你要造谣的 或者你要在网路上 当酸民的 你要领便当 你就尽量吧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会理啦 说实在的 对不对 每个人的修养不同 我常讲每个人的修养不同 做股票本来就很辛苦 就像说合一啦 对不对 授权也是谈得很辛苦 大陆药症也是很辛苦 但是你说 没有机会吗 不可能 大家都相信 有机会嘛 对不对 而且机会很大 哪一天突然过了 是不是 你手都没票 没票你就是 流口水而已嘛 对不对 你没票你一定是 一定要去追嘛 你要几根掌停后去追 你自己决定吧 我常讲就是这样嘛 这很现实啊 对不对 就像共性一样啊 那时候 对不对 不想等的 五六十块都被大鱼吃走了 都被大鱼吃走了 你涨到四百块 懊悔 后悔 来不及啊 对不对 这都是命啊 这都是命啊 对不对 那时候 共性也是沉浅了很多年 他申请药证也 大陆药证也申请了很久 所以有 那时候我听说 有些人就不想等 大鱼就说 你们有多少我来接 我来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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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大鱼有耐心啊 人家本钱出啊 吃对了 起来的就是这样 药华药也是嘛 对不对 中华民国 史上最贵的全核交割股嘛 对不对 八十几块涨到 涨到六百块 大股东爽翻了好不好 对 八十几块涨到六百块 所以信药它有很多种可能性 但是有机会啦 我说有机会 当然我们可以做点小价差 尤其现在真的跌生了 我个人是觉得 这几天真的跌得太夸张 那当然你说什么特定的眷工 特定的筹码 是啦 是当然 我们昨天也跟一些朋友在讨论 当然他们也 对不对 也不一定会赢啦 我常讲嘛 对不对 这种东西总是要还的嘛 你放空的 就像说那时候空创意的 总是要还 对不对 今年你看放空的 其实台北股市 对放空的其实是比较不利 你看对不对 龙卷全部都补在这里嘛 对不对 都补在高档 你现在有多少钱空 已经没钱空了 联发科 空联发科老师也是一样啊 就算跌下来 也不关你的会员的事 你会员都死在这里啦 都死在高档 你现在没多少钱空了 现在的龙卷没几张了嘛 三百张而已 对不对四百张 高档的时候一千多张 现在剩三分之一不到 代表呢 龙卷都没钱了 而崩跌了 你也吃不到 所以我会觉得做多还是在台北 尤其以散户来说啦 在台北股市做多绝对是最有利 因为做多你可以涨一倍两倍三倍四倍嘛 对不对 你连一嘎空一凶起来 你看创意真的涨三倍大家都吓死了 再加上筹满 所以 这盘我觉得洗一下量还是不够 但是你以其他的股市来看 今天的上海股市 对不对 还不错 有站上五日线 今天的一个日清股市 最近日清股市都比我们强 那韩股市呢 差不多啦 跟我们差不多啦 但是 它也是还好 它也是小涨小跌 那现在就是 等这个 美国的银行的动荡结束 我觉得 应该啦 会有一波的行情 那当然你有合一的 有兴趣的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价差的 多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也祝各位 操作顺利赚大钱 明天再会 拜拜 谢谢大家